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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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跪了这车多冷 哎呦哎呦 哎呦 枪队 哎呦 怎么样好点了 早生一青龙啊 老板精神了您呐 老板很急 来来来来来来 拿下慈悲 干嘛 真干嘛 干嘛 谁不干谁 哈哈 我们这回终于有七零后了 七零后谁啊 六零 六零 哈哈哈哈 谢谢您 幸亏没说过五零后 那我显得少想 哈哈哈哈 我们之间都是八零后玩一个局 但我觉得现在应该把更多的这个年龄段加入起来 因为不同的年龄段有很多故事 八零后 也九零后 八零后也算中年了 对吗 怎么就赢了 我都认为九零后现在都算中年了 九零后算壮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录制现场 下面介绍一下谈话规则 在录制过程中 不允许称呼对方的头衔 比如老师指导哥等一切带有尊敬意味的头衔 如果称呼头衔即被视为犯规 全场犯规最多的人将在最后负责结账 没带钱 哈哈哈哈 这这跟你完全无关啊 其实你轮不着您 谁啊 这这最大的 哎 孙蕾犯规 您都不行是吧 这个不公平 这个鸟的爱转什么呢 我看见他咬牙切齿来的 没关系 琴后算这样 平时怎么叫 我先转一转 我先捋一捋 公主说 平时叫小男就想 哈哈哈哈 光头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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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儿想聊个什么呀 我今儿想聊数射的事 我觉得甭管什么年龄段都经历过 像长青二现在应该还有宿舍生活 有 对吧 36 对 36还是现役宿舍修员 容易吗我 不容易 一年前我也还在宿舍 这是刚毕业 我们就是上学的时候在宿舍 但球员不一样 还是一直随着职业实际上 南哥现在进步了 南哥现在开始做不做 咱们说 我盯着呢 我跟你说 两遍 两遍 宿舍 原来我们是什么 我们原来分年龄段 岁数小的晚上十点半吧 必须归队 必须得归队 有教练长房 然后上岁数的结了婚的 就可以回家了 就是开始回家是哪个年 我估摸着99年2000年 得了吧 哪天结婚哪天回家 没事 我四海为家 哈哈哈哈 我们是95年在兴潭住了一年 然后96年去的那个公体 那时候就小白楼了吗 对 住进就小白楼了 在兴潭的时候 我们踢那国际比赛跟阿斯纳 直接我 我那宿舍就被偷了 哈哈哈哈 对对对 一个楼道里头 全是我们队的 然后呢 那会儿那门啊 还是拧着那撞门呢 那不结实 圆把手那种 对 那恨不得 就是原来那身质不是软的吗 拿那身质都能开开 一脚就开 一脚就开 有年头了 整个全被偷了 就我屋没被偷了 因为在那比赛之前啊 我跟高峰 在屋里闹着玩 听了哗哗一灯闹 那时候你跟高峰一屋是吧 对 把那还有文春雨 仨人一屋 天天晚上一吸灯 他就开始玩那个坎坷大战 混豆罗 哈哈哈哈 那游乐机那个 混豆罗我也玩过 任天堂 对 我跟高峰一闹啊 给那门 给那撞手给弄坏了 后来呢 就临时安了一个得捅钥匙那个 那结实啊 结果那 那孙子 哈哈哈哈 那个小偷 哈哈哈哈 还有痕迹的啊 真有痕迹 开不开 敲半天 敲半天没敲开 就没丢 但我还有一个问题 一般我们打混豆罗 打坎坏大战 不至于把门锁弄坏了 这是江少女的 男哥装展客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都因为我来了 他别人笑惯了 小男小男 哈哈 哈哈哈哈 我再说话 我再说话 哈哈哈哈 那会年轻队员嘛 扫地 然后 关灯 原来都是年轻队员关灯 可不 年轻队员 现在都是老队员关灯 我可关灯 我正好在灯旁边 哈哈哈哈哈哈 明显 打偶尔馅 全踢光了 对 那会儿身子把这不累了 他们那不是98年上的一件对游戏 98年18个轻松了 宿舍楼道空荡荡 住不买 什么意思 一共就是18个人 宿舍都空 加百元18个 那个时候梯队还没有那么完善呢 不是 梯队也不住小白楼那时候 那时候我记得被轻重了 他们那时候在小白楼 因为看他们那时候都跟神一样 就什么时候能住住小白楼了 说明你出来了 好了一进了小白楼以后一看 好 跟监狱似的 我去小白楼就是住过一段 那时候我去好家 我离那个密克斯最近 就那D8最近那屋 我就是朝北那个 一开始年轻人都住朝北 天天就听那个晚上的音乐 睡觉 按理说一般都是先经过密克斯 再回到宿舍 没没没 我们那会儿 都是职业球员 太乱的地方不去 屋谁能听见 平常没事就去个图书馆 我们那也没别的地方好 我们这冷场是真冷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后边有书 南高你看书吧 在智市的海洋里遨游一下吧你 哈哈哈哈 你也先遨游一下吧 居然毁的大山了 今天有人结账了是吧 啊 常见他们那应该在庐城住的时间长 对我们那地方比较 那个时候觉得比较远 太远了 待了五年呢 可是你现在一开车觉得 你别说话了 我那天正好去那边 我穿我也待过 你没事吧你啊 我第一波 就没法跟他聊了 就是他 你老卖老你知道吗 就是上面他能聊下边的 你说打个王主荣耀什么的 他儿子也玩你知道吗 他也知道你就没有他不知道了 皮肤 是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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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法聊 小楠你自己聊着啊 小楠楠 聊着 哎润嫂子 说说庐城吧 哈哈哈哈哈哈 又给淡胶了 臉都憋了 憋死了 我跟你说 聊路程我不说了 庐城太偏了没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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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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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们那会儿还吃的算不错 你还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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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那会儿 我我还比他那会儿呀 哈哈哈 那会儿 别那会儿了 哈哈哈 你要尝尝尝尝尝尝 浩子你住那屋啊 我呀 我住虚哥对面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犯规 你直接把单给买了完了 这北京人啊 有得有面 这样 你有时候聊老年 你得尊重人家 你这带称呼你有时候 你不能说话 我怎么觉得我那队没尊重我 我退役以后尊重 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就在国安 谁是大家都不愿意跟他住 总体来说比较 是什么意思 四号说 不是 不愿意跟他住一屋 那是不敢 谁啊 快聊聊 韩旭 韩旭 那时候我记得我刚上一队 他们摸紧了 说那谁跟韩旭主任 出国集训 然后背包里背什么东西 就背一个天天扮着 然后难过有些人缠 你讲这段这段你讲 我跟你讲 跟旭的主义物呢 容易受伤 受伤 对 容易受伤 心伤 不是 哭哭 俩人搞对象 谁跟他不由谁搞对象是吗 我们去的时候我听说 还有在门对面 弄个镜子 我跟邪阳住一屋 然后呢 这块住在韩旭的针对门 那邪阳在那个门 这门框上面有一个 这么宽的槽 隔壁面镜 我说这什么路啊 给你韩旭找一下 哈哈哈 为什么呀 就我说 太那什么太厉害了 你知道吗 你想就是那会儿 韩旭走了以后 然后陆江坐他那个 坐他那个大巴那个位置上 就老受伤什么的 也不是说迷信吗 反正 有点凑巧啊 哈哈哈 一直到这 原算是吧 这事就没法往一块儿想 哈哈哈 还有还有什么事啊 不是我就说这种事 你别想一想 可不是就全怪人 真事 全体老贾薇 然后呢 在那个高铁啊 陶外把我蹬到坐了 那我没地儿过来 我就随便宜坐我 随便宜坐 等快到上海的时候 我回来了 你可不要 序子来了 你坐我这儿吧 哈哈哈 我对你的 哈哈哈 哈哈哈 真好 就像我说了 李翔 就我那 那叫什么箱子来的 这个 行李箱子 多接着那行李箱子 推着推着掉一轮 哈哈哈 这事真多好 你把那箱子放来 他那座上了 你坐那箱子上了 哈哈哈 我那箱子都 都赖了 哈哈哈 后来去修那箱子 修相都说 没出现过这种事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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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硕呢 反正 杨浦被盗 哈哈哈 确实是他最盗 但这段 你肯定得讲 你这说不出来 哈哈哈 哈哈哈 杨浦被盗 杨浦爱满楼道窜 但 唯一个玉巾 他爱满楼道窜 嗯 而且 浴巾还不是那种大的浴巾 哈哈哈 就是一条巢子的小眉巾 我咽了 咽了 哈哈哈 哈哈哈 穿上以后就跟那旗袍的 开叉都开到这儿了 哈哈哈 还老觉得自己屁股翘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你这一种 哈哈哈 徐杨爱干净 徐杨没事老拿把条路来 东嫂嫂嫂呢 我说我说这行啊这个 这一位 啊这位有结婚做打 不准备呢 好了 结了婚听说不做家务 哈哈哈 哈哈哈 鹿江嫂 有多脏啊 哈哈哈 反正穿完衣服就往那一堆 对 和我们那灰子一样 灰子更快 哈哈哈 四五的衣服往那一堆 第二天说再出去了 从那五五五再挑一挑 哈哈哈 看哪个裤能立下来就穿 哈哈哈 哈哈哈 下几件事了 这个 后来啊 红帐跟那谁住一屋 跟那个陶伟住一屋 啊 陶伟呢 就什么棋啊 牌什么的 都打得特好 那那会是那个连仲嘛 啊 陶伟老玩的香棋 陶伟睡得晚 这个红帐睡得早 听听红帐讲啊 经常 在夜里头就听那声 僵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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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召就能弄到这个员 哈哈 我觉得原来那会儿吧 人跟人之间关系感觉特别近 就是老有一些一块的事 大家一说起来都知道的事 对 现在还这样吗 现在宿舍里是不是有点各啊各的了 现在因为走迅了 不像原来可能都在一起 现在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你肯定天天在一块肯定是不一样 你现在可能学完练就跟上下班似的 就回家了 小时候那就属于单纯 小时候那时候不让出校门也往外跑 教练不让出校门跑过去玩去 回来给逮着了 如果教练那给逮着了 回来给教练揉脚 给教练揉脚 要不然就罚在厕所躺一宿 假如逮着六个人 我们寝室六个人就一块 给逮着了 一块上厕所站上去 站一宿 有的不愿意站上去 就我一朋友 就没踢球后来 那边有脸盆吗 我们那时候穿那军大衣裹着就躺脸盆上就睡 但是我们教练那时候一出来 身上比较大的 比较胖 往踏踏踏的 往那鞋的声音 我们一听就赶紧起来了 我们就赶紧叫他 我说赶紧起来 教练来了 你别骗我了 还跟那打 教练进来 那我们也不敢说话了 教练那时候小了 教练进来 拿大脚 给脸一脚 站起来 他先去揉去 揉完了以后再换脸 就轮着揉 要不然就中午睡觉的时候 假如十二点吃饭 十二点半 就来茶房 必须得睡中午觉 说我要进去茶房 要是看谁不睡觉 那你不是不想睡吗 你就进来给我揉一下 主要是住上户的 倒霉在哪 有时候他看着你 他觉着你没睡 你看着你 他穿着你脸吹气 你说你还不敢睁眼 你要是睁眼 你没睡吧 他天天光上脚的土地带我们去练 然后你想他这脚子 脚子也厚 那俩摁起来 好家伙 真是费劲 我估计英雄都揉过 也是干过足底 这怎么先洗还得 不 他自己洗干净了 他得洗干净了 然后你给他按 那会小时候在先谈那会吧 那会儿翻北京青年队 然后那会儿翻北京青年队 那会儿北京刚兴起低厅 在哪里 迪斯科 9192 节节 9192 对 有时候晚上呢 就是经常老头头摸摸出去 我们在西安台那楼呢 我们也住在 我们住几楼 爬窗出来 住四楼没有 住四楼 住五楼 然后我们下去 底下有一开门的 开门小伙子 四楼不大 我估计我们那会儿 我们那会儿 就跟你现在差不多 二十来岁 他那会儿可能三十多岁吧 原来都挺好关系的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那天 怎么点了 我们偷偷摸摸一上楼一看 回来 教练那屋开始扔门了 还开着门 我们这队长 不是妈妈 等我了 我先给你 刚在楼下呆一宿 刚走到那门口了 小兔崽子们 出来吧 这样就把母踩给扣进去了 啥啥就说了 认识到扣了吗 认识到 有我们说了吗 后来 我那时候为 我为什么这件事 我记得不清楚 我说 王者 这个 这得叫 你说 我们初纪这事呢 是件好事 也是件坏事 你教练一看 吓吐完 变成好事 什么好 我说 这个给我们敲响一警钟 制止了我们再 往下部落双 那时候 那时候在鲁城也是 在鲁城那时候天天关着也没事 刚刚赶上八夜十五 然后呢 这教练说呢 这八夜十五也都别回家了 但是教练不是可以回家吗 教练就回家了 我一看教练回家 那时候我就组织全队 一块到旁边那村 我说他一块搓一顿 但是全队就出去了 谁知道他教练来回马枪 这一回来一看宿舍 这八夜十五吗 一看宿舍 没人了 一个人没有 跑哪儿了 就开始打电话了 就全给叫下来了 在操场站着 然后教练说知道错了吗 知道错了 后来我们就跟教练说 你看我们多团结 一个没辣全吃饭 全都一块出去吃饭 教练 教练真好 你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操场站着吗 赏鱼 你跟孙儿大的住一屋 那时候我记得我跟小杨住一屋的时候 好 那时候可那什么了 提早上一到晚上十点半 你看他玩一场把灯一关 他在眼罩点塞了 然后呢 我那时候没事跟朋友发个信息什么的 蒙着大背货 你知道吗 在那背窝里卡卡卡 然后呢 过了十分钟啊 就发 嗯 我就说我这都能看得见吗 我都蒙着了 他还能看得见吗 可是他睡觉特别清 浩子不对 看不过他 其实谢昭阳也晚睡 但是他为了让年轻居然打休息 是件好事 哦 你所以说呢 就是像我们要挑这个室友 基本上生物钟得差不多 生物钟差不多 生物钟啊喜好都差不多的 这么一块他住得出我 就说这事 就是我以前一个室友啊 从一队 不是从那个青春队刚上 上了以后 我说我睡觉稍微点冷 哥 没问题啊 没问题 我说我到时候别影响你 真的不叫事 好 第一天晚上给我熬的 我说现在还不睡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说哥 没事你先睡我再玩会儿 我就玩 哈哈哈哈 就李章中那会儿 长期儿在李章 这长期儿就知道 李章中那会儿天天早起 你八点就敲门去 就是你必须得吃早饭那会儿 在香河 俩人注意物啊 你就听着吧 因为我们住的靠里边 走到了一上 你就听着外边乱叫的 一点不花上那耳朵 就啪 赶紧起床 就赶紧起床 就李章中那挨棍子 就点两下 那意思你赶紧呢 你知道吧 这要有那不长眼子 就是他这么敲的时候 你还跟那躺着睡呢 哇 这顿棍子你算挨上了 然后最逗 我跟那刷下洗脸 我那室友跟那坐那马桶上拿本书 后来等李章中回头一走 我一看 我说什么书都拿到了 哈哈哈哈 真的 你说这我想起来了 就是那会儿是87年 那会儿我们组的那个 还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组的北京少年队 我们一共是 当时组的是五十来个人 我们那晚上是不允许出院门的 来院你溜达溜达 你没事吗 后来结果那天哭啦一样 得出去了得有 好像得有三四十口吧 那时候干嘛去了 天天那边有一处着火了 有一帮看着火 哈哈哈哈 还还有一波是看什么去吧 原来那广场呢 就就就就就外外广场有 有跳那霹雳露 哈哈哈哈 后来我们那会儿就有一个那个那个 那个 一老大爷 哼 那个 看着火的站这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霹雳露就站这边 哈哈哈哈哈哈 真让他跳来的 是不是 你走跳来快快 就跳来 就韩庆太多了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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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听着也太可乐了 哈哈哈哈 虽然我没有踢过球啊 但是我听着也是特别的有意思 这首歌呢 就是送给队友的一首歌 来 注意听着 对 对 队友杨昊是北京人 平时看起来很深沉 每天训练非常认真 生活上也算比较细心 队友们都说杨昊很本分 坏主意挺多下脚也狠 脾气缺点那不要紧 总的来说他还算是个人 不是 他是个好人 哈哈哈哈 队友都说杨昊很上进 跟我干上了 尊重领导文质彬彬 有钱从不穿金带银 唯一的缺点 就是嘴瓶 哈哈哈哈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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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友杨昊特别美 打了这两条扫竹美 队友杨昊特别美 虽然他有一点儿裸圈腿 哇 那个真不是一般的裸圈 咱们这个到了中场环节 按照老规矩都是新来定 是参与咱们这个游戏 那今天就是跟你没关系 不是不是不是 我看题行不行 我看一下你先跟他们讲规则 对对对行行行可以可以 南方说你一定要给我留一道题 好吗好吗 这么着南方你先定一道 你来我先行吗 你问你全问 南方正问反达 按照法律来说我有权保持沉默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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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大逆不道了 我给你问他 进大连那么多球 之后还敢在大连玩吗 敢 谁认识你 你还不敢跟大连玩呢 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 和杨昊交换球一号码 是不是很后悔 我的都会 是不是很后悔 你叫说是或不是 不是 不是 你也后悔 哈哈哈 第三个问题 杨昊冠军拿的比你多 你是不是嫉妒他 不嫉妒 那还是嫉妒 对 内心很开心的 哈哈哈 昊不拿过 中超冠军吧 中超四季杯 很多 我会告诉你 哈哈哈 记住他的 他就因为拿过中超冠军 我们那拨人没有 没有拿过这个人赛的冠军 应该是其他什么杯赛什么 那都拿过 嗯 你觉得国安这赛季 能获得牙冠资格吗 不能 咦 知道过两天上BTV是不是 哈哈哈 家里两个人都比你高 是不是很生气 哈哈哈 不生气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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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该轮到我了 王长平现在该轮到您了 现在第一个问题 你觉得这赛季 你能和北控一起充超吗 哈哈哈 这还犹豫 不是我得琢磨那个 你是这么反达犹豫 还是真的没有信心 我反着回答不能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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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迷都叫你C庆 觉得自己踢得像C罗吗 像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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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觉得自己长得比C罗帅多了 是 哈哈哈 啊 注意听题 跟徐云龙同住 是不是比跟老婆住的舒服 等我捋了 哈哈哈 是 哈哈哈 徐云龙退役 对你的心态有影响吧 没有 呃 他退役怎么对你就 对于我来说他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榜样 嗯 嗯 反正还是觉得心里多多少少有点可惜 就那种感觉 他比徐云龙就小一点 嗯 他见徐云龙一退役 再一琢磨自己 哈哈哈 那都那都 哈哈哈 什么事 什么事 刚才中场说那换号码那事当时是怎么回事啊 当然就是 哈 大哥过来了 哎 把你号给我 行行行行 叮咚 哎呀 这已经不重要了兄弟 我奖励你待会儿 哈哈哈 没有 这有点封建迷信 就是 一个姐给我算命来 哈哈哈 说你背二十九号 哈哈哈 第二年就退役了 哈哈哈 好像是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后来 后来一琢磨二十九号 谁呀 你看 小孩 行 这事搭下了 真的 七五人啊 二十五多好给他了 其实也不是因为那个 因为我觉得 嗯 浩子在那部里是最有发展前途的 我 我觉得把一个好的号码给他背是最好的 真的 你不一定觉得是好的 你不哭啊 啊 你不哭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特好奇一事 哎 就是 在宿舍里 男性宿舍 男生宿舍 能干出什么事 我都能想这么快 女生宿舍 我想想 太不好意思了 哈哈哈 聊什么呀 你看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是 假装不在这个话题里 然后装弄喝水 测试轻轻的样子 说吧 说吧 我想想 你们就聊点什么 你比如那秃得挺帅什么的 哈哈哈 哦 哦 排过名 就是给班里的男生 这种长相排名 基本按五亿 哈哈哈哈 五亿 一旅二照三点V 哈哈哈哈 四光五马六张飞 七黄八下九江维 说像什么 你这 这个也算 我们三十多人住过一次通破 在西洋谈啊 都能住过 主要是小时候这种情况住得多 对 不像现在 现在好像客戈队现在有条件的 可能有基地那种 有的时候都是一队群人 都是一个人住一屋了 哇 这么爽 对 不是 其实我跟你说住了这么多年 一个人住一屋反正倒不适应 无聊 为什么 就无聊 就觉得必须有人说个话 或者就哪怕没人说话 在屋里没有说过 我觉得反正要没饮子 我就平常在队里有时候爱喝个茶 我自己喝茶就没饮子 就每个人 基本上屋里差不多都应该有一套这个 茶具 就是那种 简易的那种茶具你知道 泡着茶 大家就吃点干果 喝着茶 但是年轻的员这方面还是差点叶子 茶问话 差点叶子 游戏文化比较厉害 茶问话是有什么概念 就是拿啤酒去茶 就是到了一定的岁数以后 就是在屋里聊天 你不能光聊 其实就是大家坐一块聊聊天 你喝不喝茶 其实你也坐那儿就聊 就是能聊到一块的 你看现在这些小孩都是打电脑 自己玩自己的 自己玩自己的 就打电脑 像稍微随着大家就大家都一块 真的是 就是什么都聊 自己住一个宿舍的 基本都是自己说身边最好的朋友之一吧 差不多 差不多 那会儿有一些人是自由结合的 有自由结合的 还有一些可能就是教练清点的 对 分配是吧 还有就是缘分 缘分 缘分完了就全是眼泪 球员宿舍里聊球吗 当然聊 也聊了 也聊了 你如果说俩人在一屋讨论业务 这事怎么讨论 就假如今天联赛 今天假如晚上踢完了 就是打客场 客场你可能俩人还是住一屋 回来你肯定要有时候说说比赛当中 一些就出现的场景 怎么着更合理的 应该去处理球或者怎么着 这肯定有 有一次我记得 我记得 就是我本来说那屋找他们 你把他一开门 俩人拿赞助本来是严妞的 又拉门我做错了 对 不对 就是 我也加入了讨论 那对我聊 那俩是谁 我忘了 讨论业务这种事都不说出来 那俩是教练 肯定有聊球的时候 但肯定不会那么多 都是碎着聊 就是你碰见事你可能聊了 你或者这样就是晚上一熄灯 听见脚步声了 你看着聊球 就好 比如说如果说在这屋里 队友比赛娃子之后 伤了 也不用说重了 去医院回到屋里 在屋里是个什么状态 我觉得应该都干过这事 给队友打个饭 对 打个饭 点个赞 我的天 我是多久没见你了 真的就是给他打个饭 比如说不方便 扶着他体劳 或者什么 因为没别的事可以干 是有那种默契说 这是我室友 他伤了我负责 那肯定的 都是有那种问题 我们室友生病 有人生病也是这样 对 比如说有一天我生病 完了没去上课 社友肯定会主动帮你请假 帮你喊道 对 帮你喊道 对 帮你喊道 一般能喊道的客人就帮你喊道 变着声喊道 我那时候出去玩 就帮忙喊道 还真喊 还真喊 那时候 实际上 训练那时候都是外聘老师 外聘老师 外聘老师有时候 他也不认识 对吧 不像班主任 谁没来 谁一眼就能看看 外聘老师可不就按名念 你就 倒 倒 你这是一个声 对 我觉得可能女生宿舍稍微 又人多 也稍微复杂点 但你们这宿舍 有没有闹过矛盾什么的 不会有太大的矛盾 因为俩人毕竟主义无脾气 姓哥应该像头的都是 你如果要是俩人脾气 这姓哥不想怎么主义无脾气 实在过不到一块就转会 是吧 白白了你呢 我主要是在想说那一瞬间 就是我比如我要提出我要换室友 这事儿其实真挺可怕的 你放心 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对方肯定也有这种感觉 其实对方也想挂了 对 我挺好奇的是就是在那个年代 因为踢球的时候都算年轻嘛 就是 就是真的特走心 谁失谅了也好 或者说受伤了也好 或者什么的时候 真是交心地去谈心的那种事 让南哥讲讲吧 他有发言权 我没有 杨浩 犯规 我没什么太走心的了 好话说 谁都不走心 好话说你失恋那会是怎么过来的 天天乐乐呵呵的你别老这段 天天乐乐呵呵的没有什么 就是你要说那会儿就是有时候 他比较难受还真是的 你比如说输了一场球什么的 哦呦 比较关键的球输了 确实会难受 但是可能也就是 两分钟 那得走了一两天的心 慢慢平补 他说有的时候 假如你积分在第一集团 没人你赢下这场球了 可能会 就是对争冠也好 或者对进压冠也好 可能是就主动一些 他就觉得可能出关键场子输了 南哥怎么没踢过压冠 输了点 他可能心情不好 那儿压悠 两人就聊聊呗 瞎聊聊呗 最开始我们这 我们这那个导演写的那单子 说最后聊点走心的事 就是这个青春啊 这个汗水啊 感情啊 你怎么着 你怎么着 今天清楚 男人流血不流泪 主要是人家说 这人啊 一回忆就老了 所以别老回忆以前的事 你看出来了 真的别老回忆 但是谁罢了 但是现在还问 男朋友叫小剑男方 你知道小剑男方吗 喜欢这种号 谁啊 小剑男方那种号 叫习惯了是吧 大家喜欢都行 老无所谓 就是那会儿就是的窗户 可能会戴一辈子 对吧 小江南方 老鼠 哈哈哈哈哈哈 主要是 从小啊 就现在有的时候 就是因为可能 经历过少年队 青年队 然后可能到国安以后 就是不同就是哥哥队的 有时候队员有时候聚会什么的 这这个就是那种感情啊 就感觉不一样 就虽然可能平常联系的少 但是凑在一起 大家就感觉那个感觉 真是不太一样 其实如果你往回回忆 单独回忆的话 好像没什么事 但是凑在一块就不一样 对反正就感觉就是全是话题 能一通是和聊 对 就这种感觉 尤其跟以前 你比如说 12年队 青年队 这帮队友一块聊 聊的全是以前的 其实说实话 走心 不是说什么 非得有一段特别的故事 跟谁抱头痛呼 喝得烂醉什么的 其实就是一堆人在集体生活 一堆人他有个共同的回忆 他本身就走心了 那对吧 就是什么 因为说几时的话 世界这么大 就这帮人能凑到一块这 像刚才常庆说的 这是缘分 真的 你说光在北京市咱多少人 咱能到后来咱能一块踢球 这是有缘分 其实我觉得还就是说 现在就有一波人里边有踢的有不踢的 其实就是能踢出来的 其实真的应该很感谢那些没踢出来的 因为大家陪你一起 就是你出来了 但是大家都在一起练 如果没有他们肯定就没有你 因为这是一个团体项目 所以这种感情 包括那时候 包括青少年 青年队也好 少年队也好 那时候感情也不挣钱 就是感情是很真挚的那种 对 很单纯的 所以这就是走心 从小长的 就是说能踢到一线队 对 就能参加职业联赛的 就属于 就跟金字塔似的 一点一点堆出来 对 像我小时候我们在十二海这帮人 云龙 陆江 我 原来我们叫小足球 就特别小 那时候小孩 那时候体校一开会 什么小足球 对 那时候叫小足球 然后你看现在 人家陆江也不踢了 云龙这也退役了 就是回忆起来这种感觉 可能自己一想 可能会更珍惜我现在踢球这段时间 这种感觉 这个同志们 这个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 你可来了我跟你说 对 我来了是件好事 也是件坏事 这个还是要唱一首给队友的歌曲 我的队友有点实质 听不说 我们特别啰嗦 他却保持沉默 可能是会说的人 越来越多 忽然间显得我有些笨拙 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琢磨 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梦 虚伪和谎言 总很交错 哦天哪 我越来越迷惑 很多人的说 很多人的做 为什么不像从前那样磊落 说的人不做 连做的人也说 而真正做的人 却保持沉默 好 北京橋好声音 我下面来公布一下 你看今天非常的方便 导演组压根没有给我信封写出成绩单来 嗯 直接就跟我耳机里说 你就跟杨浩说一声 他是冠军 我说 多少次啊多少次啊 多少次都没跟我说 一路十九次 十九 十九次 漂亮 中间姐姐有那的 漂亮 我都记上了 好 就是没给他恩里儿了 那今天的这个小惩戒 大伙可能不太理解这个小惩戒 我们会有一杯 我会不是钱你拿去吧 喝这个是吗 对对对 你来 会有一杯我们的特挑鸡尾酒 我们这个特挑鸡尾酒啊 彼此彼此难看 能介绍一下吗 非常地美丽啊 你瞅你瞅你都干这种行着呢 老实店 哥们 嗯 哇 这离医院近 这是酸甜口 这是酸甜口 还能呢 正经大胡椒啊 正经大胡椒了啊 行吗 什么 什么呀 什么 没看见啊 不是常常不是每个人都得夹 这叫什么呀 哈哈哈哈 那还要说叫啊 不是每个人都得夹 哎呦 哇 哇 你太狠了啊 你结了婚你也得离 我 你让吧 你来吧 我闹了一会儿 哎呦 我都不会说话了 面目特写 面目特写 来兄弟干杯 afar 你是最棒的 哈哈哈哈 哇 太棒 Hen 抬口抬口 哎哎哎这个刚好 最后咱们来喊一下 咱们中超屠口秀的口号 那就是中超土口秀 加加加加 走走走 我跟你说 你这你 BRIikanête了 我跟你说 就是那 我真不应该跟你结账 不 就是浓缩果汁 后来是那谁他们家的 好吧 好好好 좋아요 挺好 挺好 那喝口水要 下回啊 好这样 我多给你结点 下回我再输了的时候 你给我调整好呢 要别人的话 咱们都没什么呢 对不对 好好好 熬夜嘛 熬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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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 把人家都都是老熟人啊 对啊 就是 祝你腿倒是康复啊 哎呀 好了 我怎么比他们骂极呢 哈哈哈哈